針對美國政府來告知我們 國務院在美東時間20日下午的時候 已經正式通知國會 將出售F16V的新式戰機給我國一事 對此總統府表達誠摯的感謝 同時今天中午 總統也請行政院蘇院長就這項軍購案 盡速完成特別預算的編列 來送交立法院 這次美國同意出售我國新一代的F16V的戰機 對我國的空防能力有極大的幫助 這對臺灣的自我防衛也有極大的助益 能夠維護我們國民的自由以及福祉 特別是中國近年在台海以及區域間 軍事動作平整 這一項美國政府這項決定 對於台海的安全跟區域的穩定和平 都有相當大的意義 在臺灣關係法立法40週年的此刻 美國政府能夠持續以各項具體的作為 來表達對臺灣安全的支持 這也印證了臺美關係的緊密與友好 我們對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事實上我們目前空軍的主力戰機服役都已經超過20年 這次也是就1992年之後 臺灣首度能夠獲得新的戰機 事實上政府從2003年以來 歷任了三任總統 持續的向美方來爭取購買新戰機 今年終於獲得了首肯 這也是我們在國防建具院努力上面的一大突破 那同時呢 昨天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高雄市的韓國瑜市長 也就這項軍售案向美方表達了感謝 那同時也正向肯認這項軍售案的價值 那我們呢 對此也表達肯定 那同時呢 我們也認為呢 國家安全不分藍綠 希望未來在立法院呢 能夠不分朝野黨派共同來支持特別遇上岸 一起站在福國立民的觀點 讓臺灣能夠真正的更加安全 國家穩定的發展 好 謝謝 臺灣想請教一下 就是韓國瑜近日頻頻於美方 也是走得滿勁的 包括昨天EIT 今天美國商會的 他包括今天就是這個演講 可不可以是我的回應 對 就是我們認為 就是他任何的參選人 都是應該最重要的 還是就國政提出好的願景 以及具體的實分能力 來展現給民眾看